大家好,我是二爷 我特别不喜欢鸦片战争这个词 因为我觉得它对中国人理解近代史的误导性太大 这场打开中国国门 使得西风东建了划时代的世界 其实本质上是贸易争端引发的文明冲突 跟鸦片有关系 但是并不大 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整个过程跟鸦片一点关系没有 我们用鸦片来定义这场战争 其实是不准确的 具体原因大家听我细细到来 首先我要强调 鸦片在中国的泛滥 并不是从英国人输入开始的 在鸦片战争开始的十年前 也就是1831年 道光身边有一个叫做邵政的大臣 就给他上了一道皱折 他说近年内地监民种卖鸦片烟 到处分销 地方官并不实力查境 道光就据此发了一个通知 要求各地核查这个种鸦片的情况来上报 结果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山西 陕西 四川 安徽 湖南 云南 贵州 各省军上报了这个 因素大面积种植的情况 已经成行成势 涵盖全国 其中云南还上报 民间失重因素 原费供少而获利多 极西已久 其实云南在1736年 也就是乾隆年 就已经有樱树种植的这种记载 这些国内产的鸦片 当时叫做土烟 对应英国人的鸦片叫羊烟 土烟虽然早已经流毒全国 但是因为小龙生产 产量上不去 而且它生产技术比较落后 提煉的纯度很差 所以在质量上 远远不如英国人工业化 产出的这种羊烟 所以即便羊烟价比较高 那些老烟鬼们 依然听从类型的召唤 不愿意支持国货 面对羊烟大行其道 赚光白银这个局面 朝廷有个大臣叫徐乃记 1836年 就给道光皇帝提了一个 君士害蜀的建议 他说咱们不如听任国内种植 以抵制外来鸦片 实际上 道光在没有当上皇帝之前 就很喜欢抽鸦片 其余的亲王 郡王公主 高级官员 高级文人 隐君子更是数不胜数 所以你要说他们禁烟 是为了忧国忧民 真是想多了 所以满清禁止鸦片贸易 真的是为了抵御外辱 为民着想吗 显然不是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羊烟赚走了大量作为硬通货的这种白银 导致国内盈贵前建 严重危及这个清政府的这种财税基础 那么 以英国鸦片为代表的洋人的鸦片 又是怎么在国内兴起来的呢 这里我就不能不谈一谈中国和英国的这个贸易差 满清啊 他是延续了明朝闭关锁国的这种政策 直到1684年 他才开始开放海境 允许出海经商 定点通商 他奉行的是一种不对等的贸易政策 就是我的茶叶瓷器丝绸 你可以随便来买 但是我的市场呢 你不能随便来进啊 你不能随便买东西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是什么呢 单边贸易 贸易壁垒 满清啊 刚开始的时候 他并不重视海外贸易 他觉得口一口无 所以啊 海关的这个税率很低 大概是4% 但是由于他这个税收体制不明确 官僚又腐败 贪婪 这个海关官员随意争脚 导致这个洋人来做生意啊 他实际缴拉的税率在20%以上 英国作为中国当时最大的贸易国 在乾隆朝的这个十年间 也就是1781年到1790年 流入中国的白银啊 多达1640万两 在嘉庆的十年间 1800年到1810年 则高达2600万两 在19世纪的30年代啊 更是创下新高 每年的贸易理查都达到了300万两白银以上 要知道啊 当时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啊 他们奉行的是金本位 也就是他本身并没有那么多白银 他必须用自己的这种黄金储备 去换白银 再来和中国做生意 所以如果和中国做生意 只出不进 那他这样做生意是没法持久的 从乾隆开始啊 也就是1757年开始啊 满清呢还不忘初心 打开倒车 他原来是四口通商 结果变成了一口通商 就是只开放广东一个口岸 而且呢还是有限贸易 就指定通过广州13行里才能进行洋货的买卖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中间商赚差价啊 就大大增加了这个贸易的成本 同时呢满清还制定了专门防范洋人的什么 稽查管束疑人条例 防范外移规条等等 洋人不能随便接触其他中国人 而且也不能随便在中国定居旅行 你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内活动 在这么严苛的条件下 英国人要摸着脚来做生意 他们占据优势的这种工业产品 又根本没法进入内地的市场 所以如果是在当时的这种贸易框架下 英国人是不可能扭转这种白银上的利差的 满清一直都是自视天朝上国 从来瞧不起这种海外的蚂蚁 所以他也没有平等外交的概念 乾隆一朝他就多次拒绝英国提出来的 开放双边贸易的这种请求 乾隆甚至把东印度公司派来的谈判代表 判刑关了三年 你居然敢跟我谈平等 敢跟我谈条件 但即便如此 其实中英两国的关系也没有差到 要刀兵相见的那种程度 因为英国人随后就从鸦片的贸易中 看到了逆转这个贸易逆差的这个希望 我这里还要强调一点 就是那个时代它并没有毒品这个概念 鸦片贸易刚开始和今天的这个香烟的买卖是一样的 在全世界都是合法贸易 英国人在海外卖 在自己的国家他也卖 直到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品法案 对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的限制 直到1914年他才真正的禁止鸦片 中国是从明朝开始进口鸦片的 最开始是作为药材来使用的 万年年间很多有钱的人 他就把鸦片和烟草混合在一起 来吸食 不久后这种方法成了一种中产阶层的时尚 以至于对鸦片的需求激增 有利可图也导致在很多地方 比如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广东 就开始有人证明 1729年的时候 雍正就针对这种情况就下了一个禁令 但是他禁止的是 这个烟草和鸦片的混合产品 就是我们俗称的鸦片业 鸦片本身它是没有禁的 鸦片依然作为药材的一种允许进口 有需求自然就有买卖 细施鸦片在嘉庆年间成为一种全民时尚之后 英国人就开始将优质的鸦片大量的输入 这一下立马就横扫了国内的鸦片市场 国产的劣质土焰由于纯度太差 与扬言相比毫无竞争力 那么贸易顺差一下就变成了贸易逆差 白银大量挽留 引发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满清一看这不行 所以在1838年 颁布了清定严禁鸦片银条例 宣布这个鸦片贸易违法 派您这去清缴洋商的鸦片 围困商行抓捕商人 这就是我们人人皆知的虎门硝烟 其实林哲学它不仅是禁鸦 它是一刀切 禁绝一切外貌 同时把英国商人全部驱逐 后面的历史我们大致都了解了 因为它满清继绝和谈 在沟通的过程中又屡屡刷小手段 导致最终这个战争的爆发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所谓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 其实开篇就是讲平等的 它这么说的 清朝和英国停战 并缔结永久和平及对等关系 两国属远往来 必当平行造会 这些话为什么放在这么重要的条约的第一条呢 实际上就是说 你以前那种以上帮大国的姿态去装逼耍流氓的手段 不行了 虽然签订了南京条约 但是由于满清根本就不打算执行 处处埋雷 所以英国虽然赢得了战争 却依然把贸易给输了 比如南京条约中规定 通商口岸 洋人是可以入城军商定居的 但是满清最害怕的是什么 就是害怕受到民众受洋人的影响 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摆脱愚昧的状态 那就不好管了 所以满清在这方面是耍尽了小聪明 这个梁广总督叫齐英 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把洋人宣传成这种掏心挖肺的野兽 然后就三天两头挑动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去逗洋人 这个洋人一出来问罪 他就出来装好人和和犀怡 这个协议我是很想执行 但是刁民太多 不允许我 我也没办法 你再等两年吧 起因之后的这个许广进就做得更绝了 英国人派军舰闯入珠江口内 这又等了两年了 你该履行条约了吧 这个许董都啊 他就秘密召集爱国群众十多万人 驾驶着小船围堵英军 英国人一签这么大的爱国政事 毫无脾气 他又不敢对着群众开炮 结果就是英国人整整七年 没有办法进入广州城 更不要说打开这种市场 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十年中 英国人呢 卖到中国的这个棉纱确实是增长了 有260万磅上升到290万磅 增加了不过10% 而棉布呢 反而下降了 有310万磅下降了200万磅 减少了30%以上 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生丝 年年递增 茶叶的增幅是26% 生丝的增幅是65% 在五口通商之前 这个生丝和茶叶 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 在五口通商之后呢 中国的出口商品反而增多了 皮革 金属 豆类 纸奶油 还有一些包括一些食品等等 所以啊 南京条约的签订 实际上赚中国扩大了出口 1850年到1856年啊 英国对华的贸易利差 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扩大了啊 他利差啊 从472万磅涨到 844万磅 几乎翻了一倍啊 这个数据不是我乱说的啊 这个是英国人当年的蓝皮书 叫做提交上院的统计 是1857年写的报告啊 所以啊 即便英国人加大了鸦片的出口 但是鸦片这个项目上的盈利 并不足以抵消它的巨大逆差 啊 英国人费尽心思打了一仗 说干口水签了条约 还是所谓的不平等条约 结果在战场上谈判桌上赢回来的东西啊 在实际的贸易中还是输了个干干净净啊 他的谜地啊 是江西辅州的一个知府啊 听说这个林哲旭的大名啊 就写信给他 请教如何发展地方经济 林哲旭的回信是这么说的啊 比翼翼与内地栽种因素 于事无妨 所恨者 内地之名是羊烟而不是土烟 若内地国有一种芙蓉 这芙蓉就是指鸦片啊 剩于羊烟 则孰不愿买贱而食 什么意思啊 就如果我们种土烟种的好 那民众就会买我们的土烟 不会去买洋人的羊烟了 一个靠削鸦片登上神坛的民族英雄 给自己的粉丝推荐的知府之道 就是种鸦片 而且要种出好鸦片 历史啊 就是这么有讽刺的意味 这跟当年他在府门宵宴的想法 已经背道而驰了 天津条约中啊 将鸦片改成这个洋药 允许这个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啊 这个满清啊 他为了对抗这个洋烟的输入 就开始默许国内啊 大名积种植 而且开始输出土烟 直立总督啊 李鸿章子就曾经上走啊 应该暂时各省 因树之境 就是咱们不要进了 种吧 这个口子一开啊 中国的因树产量大增 19世纪60年代啊 因树种植已经遍及中国 史记中已经找不到 不种的这个鸦片的一省份了 由于种鸦片呢 远远比其他农作物更为划算 所以在西南的老少边穷的云贵川三省啊 种鸦片啊 甚至成为农民的主业 到1879年的时候 全国啊 鸦片的致给率啊 达到了80.12% 仅仅在1880年啊 云贵川三省产出的烟土啊 就达265,000弹 因树种植啊 已经成为满清最重要的柴税来源 国产鸦片的大量产出啊 也对进口鸦片啊 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啊 进口鸦片的这个数量 以销售价格啊 也大幅度降低 来自英国的鸦片啊 彻底就被挤出了市场 不见中意 到1882年的时候啊 满清的鸦片已经完全失现了 自给自足 而且开始出口创汇 到清朝灭亡的前夕啊 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鸦片种植国 是的啊 你没有看错 最后啊 不是洋人毒害了中国人 是我们自己毒害自己 而且我们还毒害了世界 两次鸦片战争啊 表面上是商业利益纠葛 引发了这种国家冲突 但本质上啊 都是落后文明和先进文明 不同价值理念的冲突 落后并不一定挨打 是落后导致的愚昧和野蛮 必然导致爱打 大部分中国人啊 由于被灌输的这个都是塑料近代史 所以几乎都怀有一种强烈的受辱心态和认知啊 你打我了 你逼我 割地赔款了 所以就是你不对 闭关锁国 贸易不对等引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拒绝修约 残杀死劫引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煽动义货团排外 屠杀传教士引发的这个 庚子之乱等等 其实都是愚昧野蛮 泼腹打滚招来的这种胖众 本质上啊 它都是古代和现代价值观的冲突 其实我们今天仔细梳理一下整个鸦片战争的过程啊 除了俄国人啊 是真的狼子野心之外啊 西方大多数列强的要求啊 其实就是通商赋惠 平等交交流啊 但这样的要求啊 必然会导致满清 闭关锁国保持稳定的这种愚民国策被冲击 最终导致破产 所以如果说西方的要求和中国的利用 有冲突啊 那不是和中国人民有冲突 那是和满清的统治者的利益有冲突 如果说屈辱啊 那也是道光的屈辱 咸丰的屈辱 是爱心觉罗家的屈辱 对于普通民众啊 鸦片战争的枪炮声啊 其实恰恰是打破这种铁屋的窗户 摆脱数百年来的枷锁 真正进入文明的这种奇迹 您怎么认为呢 好 今天的二人一故事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